转头确认左右状况 教练骑着车 一个载前一个载后 带着五名机车新手 在马路上实地演练 有学生为了增加实际上路的经验 也有家长为了用机车载小孩 在道路安架训练课程中 有教练带领除了安心也更安全 主要是因为我有小孩 我有两个小孩 那两个都还蛮年轻的 一个小学四年级一个才五岁 那我就是平常是开车接送 但是觉得机车会更激动 所以我就很想要学怎么骑机车 所以就最近才把我驾训班 然后考上驾照 然后呢就觉得说 为了小孩的安全 那因为我就是觉得路况 比较难去掌握 所以我要确保说 我机车至少要能转握 所以说这些人想说 有这样的机会就蛮好的 可以让我多练习几趟再上路 像我自己在开车 我常会觉得说 机车的路径有点难预测 那我现在自己学了机车 我就会比较能够有同理心 然后就会想说 就是要跟他们保持一点距离啊 然后他们的身体是肉包铁这样子 就很危险 所以就会比较 就会比较有懂得说 他们的心情 和他们在路上驾驶的概念这样子 想说在路上一定不会那么慢 就想说就是会有这个机会就来参加看看 对然后就是顺便练习一下油门的发动这样 因为就是本身对机车也没有那么熟悉 然后就想说来驾训班 然后试试看就是机车的那个感觉是怎么样 那你自己上完现在的结业 你觉得效果怎么样 之后会不会比较敢上路 一定会啊 怎么说 就是因为会 就是道路训练会有上路的机会 那就是刚好也有这个机会 就可以在台湾路上骑骑看 对那未来如果真的有需要上路的话 就也会比较敢骑这样 为提升机车族安全驾驶能力 台北市率全国之先 搭配交通部公路总局 办理机车道路安架训练补足计划 额外补助1200元 希望透过费用补助增加民众参训医院 今天算是初期啦 那那个我们得到这样的一个消息 说可以来加码补助的这个时候 我也一然决然就决定 台北市应该要来 对这部分来多加码 除了让我们的机车驾驶呢 它的负担减少一点 事实上真正的用意还是希望说 大家能够重视机车的汽车安全 是这个都需要多宣传 因为很多人还不知道这样的一个管道 甚至这样的一个机会 那我想也借由今天这样的场合 借由媒体帮我们多宣导 我想不管在学校工种 或我们市政府 我们会透过各种管道来跟家长 跟学生们去多做 这样的一个场地的训练 或是道路的训练 大家应该要珍惜这样补助的机会 那也不要拿自己的生命 在道路上再去做学习 在这边可以有充分的保障 根据统计 北市近三年机车死伤事故 平均件数为22134件 约占整体事故79% 其中18到25岁年轻机车族群 事故人数占比约31.2%最多 推动机车驾驯 不仅违规风险降低56% 肇事风险也降低35% 那事实上我想我们按家客战也非常丰富 也包含了整个在道路上面的一些 危险状况的一些模拟 从起步然后变换车道到转弯 还有一些路口停浪 另外还有一些保持安全距离 跟大行车的一些 大概视野视角跟内轮差等等 我想我们也会带学生来做一些 防疫驾驶的一些体验 那另外我们在体验过程当中 其实教练他也会在前后监看 那如果说有一些他不良的一些驾驶行为 我想我们在中间也会停留下来 做一些回馈 也会指导他们 我想这样对于整个学生在上路 有非常大的帮助 也可以减低未来我们的一些上网的时间 因为我们工作总局在去年也经过统计 发现就经过整个机车的驾驶之后 他整个的一个违规的风险 降低了56% 那朝时风险降低35% 事实上有实质的一个效益 那我们在目前大概也各地区 就全国各县市的驾驶班 有的大概也有机车驾驶这样一个规划 我想整个能量充足之后我想这次我们工作总局会未来会强制来实施 记车驾驶 驾驶班教练表示不少民众考到驾照后却不敢上路或是骑车时不敢加速 课程除了增加学员实战经验也掌握骑车要领 所以第一个我们练习绕水的目的就是你要让这个油门你是敢加油门的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呢就是车辆的这个掌握 一般来说呢在车辆在转向的时候 有些同学在这种低速啊等等 或是在转向的时候 他的手会对把手过多的出力 这时候就会造成了 他在转弯的时候可能车子会晃动等等的 所以我们要了解一些事情 那你帮我推好了 好车子呢在往前以及左右倾倒的时候呢 他会有一个自主转向 我们可以来看一下 他现在有往前力量跟车子倾倒的时候 他的把手其实会自动的转向 所以这时候呢就会 如果有些同学对于这个不熟悉的话呢 他就会造成车子他其实会自动转向 但他的手又去出力的话 就造成车子会成为一个不稳定的状态 所以呢练习这一个呢 他就可以知道说原来这个是自主转向的 这个就不需要对把手多余的出力 OK这是我们练习绕嘴的最重要的两个的目的 第二个呢我们要讲的就是紧急刹车 那练习紧急刹车就是要在车辆 在越短距离把车辆停下来 是我们训练的目的 因为机车它不是一个安定的交通工具 所以有可能你遇到紧急状况的时候呢 第一个你没办法用到它完整的紧急刹车力量 或者是因为你操作失误 而造成车子晃动啊 或者是跌倒的情形发生 所以呢紧急刹车需要练习的 尤其是没有ABS的车款 好我们车子呢 我们先来讲一下把手的这个部分 在路上看过蛮多的用路人 在操作的时候呢 他的手手指都会放在拉杆上面 其实我不建议这么做 那为什么 你手指放在拉杆上面的话呢 第一个 你有可能你在加油门手还是放在上面 你遇到紧急状况 你会用最快的速度按下刹车 这时候可能就会造成 边加油门边刹车的情形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呢如果你手放在上面的话呢 如果不小心遇到坑洞 就容易 这个手呢就可以 这个把手就被弹开了 所以这时候就比较容易 比较危险 所以我们正常来讲 应该是手握好 把手 有需要用到刹车的时候呢 再伸出来操作刹车 好那接下来来讲一下 刹车要如何的操作好了 我们在操作刹车的时候 右边是前刹车 左边是后刹车 那前刹车的制动力会比较强 但是 如果你在操作紧急刹车的时候 优先的使用前刹车 重心会往前移动 这时候呢 有可能就会跌倒 或是往前翻等等的 这些危险的事情 所以我们正确的操作呢 是要先操作后 再操作前 但是可以接近同时的操作 交通局提醒 北市开办道路安驾训练计划 在大台北驾训班 欢迎有驾照的新手驾驶 踊跃报名参加 记者林奇慧台北报道